2022年11月27日赵丽颖演的《风吹半夏》播出 如今已经播放量排行榜最高 但你们知道她背后心酸的故事吗? 赵丽颖1987年出生于河北廊坊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赵丽颖从小就喜欢看电视剧 还特别羡慕电视上的演员明星 经常幻想着自己也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她的这份梦想在心里深深地埋下种子 但是初中毕业后的赵丽颖又感觉当空姐也不错 可以画着精致的妆容穿梭在各国之中 之后她就报考了廊坊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选了空城专业 但是就在赵丽颖临近毕业应聘空姐岗位时 一盆冷水泼向了她 由于学历不够被拒之门外 进修学历还得需要很多考虑到家庭的经济情况 于是她放弃空姐这份职业 从那时起她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的毅力非常坚强 中专毕业后赵丽颖干过很多关于销售的工作 由于那些工作接触电脑的时间比较多 也为她今后的发展垫底了基础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看到雅虎搜新节目发出的选秀节目招募消息年幼的人 赵丽颖于是报了名 就这么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小姑娘 凭借一手隐形的翅膀脱颖而出 并获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 之后赵丽颖签约华裔兄弟 并出演了冯导拍的戏虽然出尽极少 踏进演艺圈 她非常开心 但是在这个人才辈出 美女如云的演艺圈里 赵丽颖看起来非常普通不过的人 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脱颖而出 她开始了长大七年的跑龙套生涯 在这段时间里 赵丽颖很清楚地知道 在这个关系 护新二代巨细了地方 她一个农村出来的 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 更拼命为了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出镜机会 即使再小的角色 她也愿意接 正是因为赵丽颖这种不服输拼命的精神 让导演们看到了她身上的闪光点 并渐渐地开始接受她 欣赏她 之后赵丽颖的镜头也多了 戏也变多了 谢娜曾在节目上说过赵丽颖 一年365天 300多天都在剧组 因此赵丽颖得到了拼命三娘的称号